就在廣泛各行各業每一個人的生活 工作各個層面都要接受得到 一定需要時間 不過這個時間表一定比我們以往想像的來得更快 其實所有的科技不單止原宇宙 譬如非同質化的NFT 或數字的幣值 或是sandbox等等 甚至我們已經二熟能長的blockchain 這些科技都一定要經歷一個過程 我們試想 即使我們現在說的人工智能 或者再早期說的大數據 很多時候大家都覺得虛無緹緹的概念性的 其實都不是很實在 我們所謂可以落底 是大家接觸得到 碰得到 很習慣已經可以明白到的概念 直至到他真是成熟 已經成了我們生活一部份 我們才能感受到 原來這件事是這麼順手黏來的 原宇宙很多人會覺得這些都是虛幅 一定有一派的人士這樣說 如果我都不打遊戲機 這件事跟我距離很遠 首先你要明白原宇宙的由來 它不只是在戲劇場景裏面有的一些意念 其實它是一個互聯網的世代的轉變 第一代 第二代到現在已經進入了第三代 第一點 必定需要足夠的時間 慢慢的進程 這個進路逃避不到的 就在廣泛各行各業 每一個人的生活 工作 各個層面都要接受得到 一定需要時間 不過這個時間表一定比我們以往想像的來得更快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中間一定有起落 一定有波折 大家一定溺溺在目 聽過2000年那些科網爆破等等 這些概念就會覺得很多事情是混混的 第三個狀況就是 到它實在能夠應用 在生活層面的時候 你會發覺它是來得很自然 和很不知不覺的 即是我們的視覺 我們的觀感 我們的五觀 只不過是將五觀擺上一個Metawork的世界 如何將這東西轉化成一個商業經濟活動 所以就有後面那些NFT Cryptocurrency 一男子的東西去配合這個感官世界 變成它還是一個有實際的貨幣 貿易經濟的交換 但要剛才我說有這麼多元素都具備 大家一起想想 是否要一點時間 但總的勢頭都會向著這個方向 我想以後不會大家再去上網頁 每一個機構都有自己的元宇宙地址 你要去的就要去元宇宙找它 不是上網 去網址找它 這就是所謂的web3.0的東西 以後我相信大家都會在元宇宙相見 將來我們都在元宇宙去參與很多活動